可我跟你道歉了 我说过我错了 那我怎么跟你道歉 你每次一两小时生气 那个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要保证我最起码我自己能养活 我自己吃穿不愁的时候 就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了 我才会去结婚 我现在不要求他有什么物质 我只要求我去结婚 刚才你说恋爱是一个生活的调剂品 对 跟你来说婚姻是什么 婚姻是牢笼 行了 我没有什么好问的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们叫闺蜜 闺 闺房的闺 闺房秘 闺蜜 就是能进入你的卧房 和你聊天 很亲密的交流的人 才是闺蜜 所以你一直在说 我那个男闺蜜 我们很多年了 什么都了解 但她是真正意义上的闺蜜吗 如果她真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闺蜜 那我以为 你们俩只是 可能某些时机 机缘还未到 如果到了 那就不是闺蜜了 那就变成了恋人 如果没有这份情节的话 你不会一直在说她是我的闺蜜 什么原因我不多问 但这个所谓的男闺蜜 一定不是简简单单的异性朋友 她也没有女朋友 而且她可以公开出现在你和你的男朋友中间 还那么了解你 她仅仅是一个好朋友吗 我不认为 你们两个都挺别扭的 女孩是因为 在你无聊的时候 她的体贴 你觉得那是一种调味品 有温暖 当你很忙的时候 会变成一种累质和负担 很烦人 这叫什么爱情 连朋友都顾虑 你跟朋友你能说出来说 我最近很忙 你别烦我 那朋友也没得做 何况是男朋友 你们都清楚自己的位置 而又不做出及时的了断 那就是 好自己的青春 赞了吧 别互相折磨了 好 谢谢 谢谢严老师 来 曲总 当你听到这个女孩说 爱情是调味品 婚姻是牢笼的时候 你还不赶紧跑啊 我想跑 我现在不能跑啊 你今天才听到他这么去评价 有可能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他以前从来没这么说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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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